将废弃木头切成一片一片 经过磨砂后 然后动笔彩灰 竟然变成美丽的茶托 谁说没有用途的木头 只能拿取生火 在手工艺家张小珍的手中 变成什么样的作品 其实都有可能 只要肯动手就不能 像是这块废木头 不论是做成茶托 还是时钟都相当美观使用 类外手工艺的张小珍 因为曾在美工客聚过木头 单纯喜欢木头的纹路 所以才将废木和工艺结合 重新赋予新生命 因为我们从事美工人员 从早期高中开始 就在我们竹山高中美工科 所有的木头竹纸 还有书画 结合了太多的我们的编织都有 所以令令种种 所以对于我日后来做一些创作的商品 是非常有加分的效果 包括这一次的主题 就是梅兰竹菊 四君子 茶托 背托 汇出平安 富贵土 这些呢 就是全部都是在我们美工科所学到的一些东西 全部把它融汇在里头 包括上山去取木头 巨像木头的那一刻 回来开始切块 理平把它整平之后 再砂模 细砂模 砂模完再手绘 绘出这一次的主题 就是梅兰竹菊 然后呢 再经过二度底漆的两边 上色粉 再砂模掉 主要就是要把毛孔给填平 之后 填平完之后呢 我们就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上瓶光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作品 就是已经上了瓶光漆的一个动作了 然后这个东西可以用途非常的广 我们本来用意 这一次主题是用来 我们是茶山文化嘛 就是很多人喜欢泡茶匹民 然后这个可以放茶壶 也可以放杯子 然后再来呢 就是你也可以把它运用 再来放 打个洞可以当吊饰 也可以中间穿个洞 然后买机芯当时钟都可以 它的运用非常的广 那这一次呢 就是我们做这个 结合这个生活 艺术化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题材 传统茶文化中 茶托是用来隔开手和茶杯 因为避免茶水的温度过高来烫伤 不过直接从大自然取材 将环保和生活结合 纯手工自己制作 更能展现个人特色 也正正落实艺术生活化 今天我们这个杯托的产生 其实就是我们也是很单纯的 就是上山去找这个素材 那样做了之后 觉得现在人的压力很重 那因为我们就是可以做这一些DIY 融入生活的日用品 这样子来跟生活结合在一起 那做一个说步调的放松 那也产生会有一个自我的成就感 所以呢也希望说 大家在这个紧张的社会里 就可以找出一条说 可以松懈的一个方式 来让我们 就是也是融入说 可以亲自活动这样子 带到一个层次里面 就是家庭现在就是因为 因为山西的那个产品太过于进步 那所以大家都放弃了 原有原始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希望大家能够 就是融入大自然中 在做一个一个步调 就是调整一下 融入自然与生活的情趣 那样家庭会更和谐 早期潮道文化使用茶托 只注重实用性 不过应用一些巧思 这也透过文庄美工 原本不其言的茶船 也能成为特色和实用性兼具的艺术作品 不仅相当实用 也可以拿来当作艺术品观赏 让很多民众爱不折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